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9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 潘石屿套现百亿情况有变 第二个是,华尔街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转叉 第三个是,深方旅居五人,深圳400亿卖地突然叫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先说这个潘石屿,那么美国私募基金黑市集团 收购SOHO中国这个股权出现变数 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对黑市集团根据 反垄断法提交的申报正式立案审查 那么 那么这次收购我们可以看作是 这个潘石屿,这个SOHO中国的创始人潘石屿 最后套现走人 外界都很关注,他这次套现142亿港元是不是能够成功 那么最新的发展是8月6号SOHO中国 发出公告说那个 黑市集团在8月3号 收到这个市场监督总局签发的立案通知 那么黑市集团和SOHO中国可能会被要求 提供更多的材料供这个监管机构的审查 那么黑市集团是一个美国的资产管理公司 他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审查,那么根据这个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里面有个规定,叫精英者集中 申报标准 就是 如果你相同的业务集中,那你就有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参与集中的所有的经营者 就是 就是 参与集中,集中就是收购 那么在上一个会计年度 他在全球的经营规模 经营业务 合计超过100亿 那么这是第1个,第2个 其中至少有两个经营者 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 营业额超过4亿人民币 只要在收购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人 超过这两个标准 任何一个标准 那么你就意味着什么,你就意味着你要去申报 要申请,这是个非常 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 那么基本上 中国 中国不鼓励收购 中国是不鼓励,尤其是跟上司公司有关的 收购都不鼓励 这跟什么有关,这跟我们中学教科事务有关系 你看我们的教科事务总是说 土地兼并 这个一个王朝末年,一定会发生土地兼并 那中国也不喜欢 去兼并 所以中国所有的 中国国内的 中国国内的上司公司 包括中国的反垄断法 都是阻止兼并 那么 2020年黑市集团的营收是61亿美元,SOHO中国 2020年的营收是21亿人民币,那么 那么这两个肯定都超过了 立案审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这次收购要向这个 市场监督总局申报,这是一个正常程序,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 正常程序 也就是说如果这要完成这个交易,合法的完成这个交易 必须有市场监督总局的批准 是限决条件 看见吗 在这次交易之前 那么潘石屹 潘石屹是从2013年开始 停止新项目开发 为什么 2012年习近平上台 2013年 对不起 2012年习近平上台,2013年潘石屹开始新项目开发,停止新项目开发 就不买地 停止 停止买地 停止新项目开发 2014年开始套现 开始套现 然后他这个套现呢就像蚂蚁搬家一样 那么 那么 2014年卖掉什么,卖掉这个 金融街 出售这个海龙广场 然后靖安广场,卖掉了,向这个金融街卖了两个项目 然后又把这个 这个林空SOHO 卖给的这个协程 2015年又向复兴集团卖了这个上海外滩的国际金融中心50%的权益 他一直在卖 对不起 最重要的一次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次是 就是 他本来就一口气想把八个项目卖掉,最核心的八个项目卖掉,没卖成 没卖成 那在 中 去年的,去年 去年 潘石屹跟这个黑石 就谈过一次买卖 没成 他为什么会跟黑石谈呢,因为 因为 潘石屹他们SOHO中国原来的总经理,跑到黑石去做他们 中国房地产业务的总经理 所以这就变成了他们容易 容易这个串联在一起 那今年 今年最后是完成 达成了协议 16月16号 去年年初 去年年初,然后就出现疫情 出现疫情呢,潘石屹就不干了,然后 这个黑石就压价,压价了,潘石屹不干了,结果今年 到了今年6月份,6月16号 结果原来 我印象中是 原来是提出6块钱 今年直接就变成5块钱 跌了很多,其实他最后 潘石屹最后留9% 然后全部卖掉 142.8亿,我们上次做过一个节目,就是关于潘石屹的 那么 就是比原来的价格呢 大跌,原来他8个项目卖500亿 现在整价上市公司 卖142亿,所以我就说他贱卖 然后有人说不同意,说这怎么叫贱卖 那么 当然这是见仁见智 潘石屹他们的SOHO中国的他们的 物业 主要是写字楼项目 他的写字楼项目都是 比较贵重的资产 位置啊 这个写字楼的品质啊都是 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说他贱卖是有理由的 那么SOHO中国呢至今从 从2014年开始 卖了多少呢 蚂蚁搬家已经卖了300亿 陆陆续续卖掉,卖了300亿 那么潘石屹呢应该套现了200亿 他就卖掉之后就分红,分红他们就 把钱装兜里 如果这次呢,这次再卖的话那就他能套现120亿,那么他就会有320亿 但如果没有套现成功呢 那潘石屹也不是穷人 他已经有200多亿在手上 那么现在的情况,所以潘石屹去年 去年开始他就在美国 这个收购物业,置业 那应该他在美国已经买了20亿美元,所以他其实潘石屹 潘石屹的钱没闲着,20亿是多少,120亿 你就算1比6的话也120多亿 所以这个潘石屹还是一直在 你可以看到蚂蚁搬家已经搬了很多钱出去了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 这次他一口气 一口气套现走人 那现在 这个叫什么 市场监督总局呢就开始立案调查 立案调查 我相信这里面跟什么有关系,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故事 第1个故事是什么 第1个故事当然跟任志强有关 任志强是潘石屹的 好朋友 基本上 潘石屹是靠着任志强做起来 因为他在北京市场 任志强是 任志强是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国有企业 主要的房地产企业 北京市政府 所以 潘石屹靠着这个任志强 做不少生意,没地 他们原来从 他们原来从海南 万通 当时万通六君子 从海南回到北京 然后就 第1块地就是从 任志强手里拿到了 所以你想一下,所以潘石屹其实是,后来潘石屹离开了万通 自己 做生意 跟任志强就非常的密切 所以 任志强出事 他也不能置身事外 所以 习近平一上台,他就开始停止开 开新的项目 然后就开始卖项目,一直卖到现在 最后要套现走人 然后 任志强是 去年的9月22号 判18年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什么情况 这肯定是吐死胡悲啊 那潘石屹应该是下决心一下要走的 所以为什么去年就开始卖 卖SOHO中国跟黑石坛 那当然 最后他下决心的我觉得是什么 就是他儿子 潘瑞 潘瑞网上追逃 今年网上,今年潘瑞是几月份,我看一下 潘瑞是今年三月份 今年三月份网上追逃潘瑞 网上追逃潘瑞我觉得是促成他下决心 走吧 不讨论了,不谈了 直接跟这个黑石 黑石交易的原因 那么这个当然 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就是潘石要跑路 那么潘石要跑路 这件事情取决于什么 跑不好的城 从市场监督总局来说,那么立案调查是属于正常程序,因为他符合这个 集中度的标准 那当然他也可以不立案 但他现在立案,立案说明什么 说明 这个要给他一点麻烦 那潘石屹能不能成,取决于几件事,第一件事 周期有多长 我看这个文章,新闻的来龙去脉,应该就还没有完成交易 应该是在完成最后交易之前 黑石就写个申请 给市场监督总局,这是合规 那合作市场监督总局 通知他,8月3号通知他 我们收到了 立案 立案 现在就立案 立案从目前情况来看 习近平不想让他走 不想让他把这100多亿装兜里走人 当然习近平不想让他装兜里走人 装钱走人 跟这个 陕西老农民的扣扣唆唆的这个心态有关系 你可以看 习近平只要看着别人把钱带走 心里都不痛快,都得收拾 那现在这个潘石屹你跟那个 任志强关系这么好,你还想把钱装走 不高兴 立案审查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看好 这个交易 那么这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还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层面 是什么意思 就是杀鸡进口 黑石去接盘 做接盘侠 接这个潘石屹的这个盘 让潘石屹套现 尽管黑石也就是在商严商减个便宜 五六百亿 五六百亿的盘子他用100多亿给收回来,你说中间挣多少钱 对吗 但是不高兴 不高兴 不高兴那就要给你 给你一些麻烦,给你一些麻烦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这个外国投资者 那以后 你们当接盘侠之前 先来问问我 我同不同意,我不同意就别去瞎接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可以看出来 黑石没有先去问领导 没问领导,所以 这就立案了 如果他一开始就去把领导的工作做通,哎呀 就让他走吧 我呢,接个盘,我接个盘挣点钱 挣点钱呢,回头我再反一点 反一点给领导 大家挺高兴,算,那就让他走吧 这事得这么办 但是黑石不懂事 黑石不懂事也没有来问,也没有说 怎么安排 所以 把他扎在手里 我估计就是这样 这是就是给 这个其他的投资者一个警惕 那有些人要逃走,你去做接盘侠 现在问问我 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里面有个启示 给大家一个启示,虽然大家没有那么多钱 我相信没那么多资产 上来就几百亿资产,那没有那么多 但是 有两点启示 第一 要走趁早 要走趁早 这第一个启示 第二个启示,千万别小气 你说潘石屹要是 去年 别人黑石出六块钱的时候,他不干,觉得贱卖不高兴 现在五块钱,五块钱都走不了 如果他当年去年 这个去年这个谁,去年任志强盼之前 他直接就把 售后中国卖给 卖给黑石,卖六块钱 那不就走了吧 那也不肯买 小气力吧 这个也是这个 盼石屹小气力吧,小气力把你这一百多亿拿不到 我估计是拿不到 这是一个 第2个,华尔街 华尔街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转叉 那么中国最新公布这个进出口的数据不大理想 就是按照,其实也不是不大理想,其实就是按照预期开始回落 7月份 然后加上疫情 再加上什么 加上疫情的影响,现在呢就是 华尔街三家投行,一个是高盛 一个是摩根大通,一个是摩根斯坦利 今天 公布的报告都调降 都把这个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降下来 第1个,第3季度 第3季度都不看好 摩根大通 从增长4.3%降到了2% 这个幅度比较大 高盛呢,高盛是从5.8% 调到2.3% 摩根斯坦利直接调到5.1 那么这是 摩根斯坦利的看法还比较好,为什么 跟生意有关系 然后呢全年,全年预测 摩根大通是从9.1%降到8.9% 高盛是从8.6%降到8.3% 摩根斯坦利从8.7%降到8.2% 那么反正全年的看法反而这个 摩根斯坦利是最 最低的 摩根斯坦利的报告说,说这个疫情呢可能影响更多的 疫情比想象的影响范围更大,这是第1个 第2个,旅游餐饮和娱乐等消费服务 减弱 所以呢这个它对经济,下半年经济,第三季度经济不看好 那么预计呢年底之前会有一个 充款准备金调价 50个基点 然后这个政府的债券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会加速 目的是为了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摩根斯坦利的报告 摩根大通的报告,他是这么说,他说 第三季度的增长预期开始下行,往下调降 反映了什么呢,反映这个 珠江三角洲疫情扩散 然后是新经济部门的监管变化,就是对这个 互联网企业的这个整治 包括这个教培行业的团灭 还有就是市场 信心 市场信心侵蚀 那么他预测呢也是预测 他说他认为这个 人民银行的利率可能会 下调,在第4季度下调5个基点 同时呢他也认为这个充换准备金会 两次降50个基点 一次在10月,一次在明年的1月 那么华尔街为什么会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转叉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当然直接的 最直接 让这些投行 很痛的原因就是因为互联网 整治互联网 然后团灭教培行业 这两个动作对华尔街来说损失惨重 华尔街损失惨重 那么很多人砸手里 特别是那些中概股 中概股,因为华尔街有一票人 机构是握着中概股 那么中概股跌得稀里花,这个 这个华尔街有些机构 特别有些投行 重仓的投行那损失惨重,这是第1个 这是血的教训 这是第1个,第2个原因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现在已经到了 就是双方基本上只要有 你可以看就像两只 这话有点不好啊 就像两只狗在路上一碰见就得咬一样 就是你看最新的情况是布林肯 和这个中国的驻联合国的这个叫什么兵来的 代表 两个人在联合国安理会 直接就开骂 然后就是美国开始 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然后这个 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 我觉得是到了一个临界点 什么临界点 最核心的大家都在等那份报告 就是这个 疫情 就是病毒 武汉肺炎病毒的 源头来源的这个报告 这份报告我觉得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临界点 那么在这个临界点的过程当中华尔街有点扛不住了 一方面 跟你混结果 结果 这个混得这么惨 损失惨重 另外一头这一头呢 那这个报告要出来华尔街转不过来也不行 所以华尔街有点扛不住 第3个 第3个 就是疫情 为什么这次疫情 虽然你看啊虽然他们讲这个疫情怎么这个那个其实呢你看 今年有关疫情的报道除了我们这个频道以外 你基本上看看其他的这个媒体 报道的并不多 但是呢 华尔街那么重视疫情为什么 为什么 你想去年疫情那么严重 你看华尔街 对中国疫情全是非常的乐观 非常的乐观 今年 今年看就这么一点点报道 这个看法完全不一样 觉得疫情对经济影响很大 为什么 翻脸了呗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 受到损失了 翻脸 拿这个疫情来说事 他们真的 华尔街也是没有底线 他们对经济的看法真没底线 也是根据需要说的 所以 我很不齿 我很不齿他们这种行为 疫情当然去年的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肯定比现在要大 现在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非常的影响 非常的大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他规模有多大 这是 去年的情况是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毁灭性 你基本上全部停下来 但是华尔街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一直一直在唱好 所以我非常不齿他们 那今年的情况是什么 今年的情况我觉得 现在还处于一个 叫什么 这个博弈阶段 还得看 还得看一个星期 就是把这个星期过完 我们再来看 形势就会慢慢比较明朗 然后呢 中国证监会8月6号受理了渣打银行 这个 设立证券公司的申请 渣打银行申请的是100%的控股的证券公司 那么渣打银行是去年的2020年的10月10号 递交的材料 然后16号又补了材料 10个月以后这个证监会受理 是第5家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这个递交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 申请的机构 那么在此之前 摩根大通野村大河 新展4家 已经设立了这个 毕竟已经开了这个 外资的证券公司 那么目前法国巴黎三井住友 分别在4月和7月向中国证监会 递交了申请设立证券公司的申请 然后呢 这个 华平投资 也申请了 是4月份申请 那么2018年的4月份 证券公司外资持有的比例 上限提升到51% 去年的2020年的4月1号 取消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比例限制 去年的12月1号 2020年的12月1号 取消 外资在证券公司的 股权限制 也就是说 这个外资企业可以在中国设立 全资的 这个子公司 当然 所谓的 可以 就是 他还是要过滤 这个挑选挑选挑选 排队排队排队 所谓的取消限制 那都是看人 取消对他的限制 就不取消对你的限制 其实 中共很善于玩这种游戏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中国一下子 把这个开放这个证券公司跟基金公司的这个步伐 一下子加大了呢 原因是什么 原因两个 第一个 中国需要钱 中国非常需要钱 特别是外资 开放这个资本市场的经营 中国是最不想的 中国最不想 最不想开放的就是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他愿意开放 你来投我的股市 你来投我的这个债券 没问题 QFI各种途径 你进来 没问题 资本市场 你怎么吵怎么吵 我愿意让你来 但是你跑到这里来 开银行 开证券公司 开基金公司 跟我的国企竞争 中共是这么不愿意 为什么 挣钱啊 一年中国的银行业利润是2万亿 证券公司加基金1万亿 总共3万亿的市场 那么今年还得大一点 那利润 我讲的不是规模 讲的是利润 挣3万亿的利润 那外资企业进来 外国的银行 外国的证券公司 其实在中国做这种生意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做 稳赚不赔 但是没有中国的银行 中国的证券公司 老老实实的做生意 他就是要搞鬼 为什么 不是自己的呀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外资一进来 那对国企冲击是非常的大 但是没办法 现在要钱 要钱怎么办 开放市场 进来吧 这是第1个原因 第2个原因 中国需要华尔街的支持 我都讲过很多次 中国在美国 唯一支持 中国的 唯一的朋友就是华尔街 那形势这么差 中美关系这么差 怎么办 那肯定要想办法拉住华尔街 老九不能走 老九不能走怎么办 给点好处呗 给什么好处 开放市场 所以摩根 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 最早 就 变成100% 就是摩根大通证券公司是第1个 100%股权的公司 这不是没有原因 是有原因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 摩根大通他们的这些 那些指数啊 帮中国拉多少钱来 所以基本上就这样 原因就是这两个原因 那中国经济的情况怎么样 中国经济的情况 情况 是这样 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 国家统计局 8月9号公布的数据 然后7月份的PPI 就是出厂 就是商品 其实讲到底就是出厂价 商品出厂价 上涨9% 然后CPI 就是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 上涨1% 那中间差8% 也就是说 出厂价涨了8% 9% 然后这个零售价涨了1% 大概形式就这么一样 这件事情对税影响最大 对制造业影响最大 为什么 它的成本价在涨 它的成本在涨 但是它的售价没涨 或者说它成本涨了9% 它的零售价涨了1% 那什么概念 那它就赔钱呗 道理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这是第1个形式 第2个形式是什么 第2个形式就是 人民银行出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叫第2季度货币政策的报告 讲了一大堆 我不大水漫灌 我不 这个形式不稳定 不均衡 奖励堆 下一阶段要这个支持实业 实体经济 然后什么不良资产 引致银行反弹 奖励堆的话 有一样东西它就没讲 回避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疫情 所以实际上呢 第3季度第4季度也就下半年 影响中国经济有三大因素 低因素 大众商品的价格 大众商品的价格 大家知道 石油 煤炭 化工等等 这原材料的价格 主要讲的是原材料 铜啊 钢材啊 铁啊 等等 这是一个 大众商品的价格非常重要 它直接影响什么 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 人民银行为什么喊 我不会大损漫贯 它怎么大损漫贯 大众商品价格都涨成这个样子 涨成什么鬼样子 给大家听一下 7月份 价格涨幅超过20%的商品 包括哪些 黑色金属 黑色金属讲的是什么 钢材 是 铁 钢材 这些黑色的金属 黑色金属 石油天然气 煤炭 石油天然气的加工品 然后是这个 油色金属 化铅 化铅和化学制品 然后其中化铅 化铅制造业涨幅达到54% 你不疯了吗 你说你这个 化学原材料 化学原材料涨板的20%到30% 那些做这个塑料厂 你怎么活 塑料厂出厂价值涨1% 进厂价涨板的20% 原材料涨板的20%怎么卖 没法卖 赔死 所以第1个 影响下半年经济的 第1个因素 就是原材料的价格 第2个因素 疫情 疫情是一个目前 不确定的因素 第3个 出口 出口受什么影响 受疫情影响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我就不展开讲 因为 然后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深房里 深房里 查了几个月了 查了 3个月了吧 现在通报 深圳通报 抓了五个人 两个人是逮捕 三个人是刑拘 然后涉案的问题贷款10亿人民币 有44名中介纳入黑名单 深房里是怎么弄的 深房里就是一个自媒体 原来是一个自媒体 然后他就有一堆的粉丝 非常大的粉丝 然后他就开始炒房 怎么炒呢 他就把房子拆成一份一份 让大家来买份 买这个 相当于拆成股份 然后大家就去炒这个 炒 把房子变成股票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房地产证券化 然后他那一步就开始炒 炒呢 就是 比如说800万的房子 分成10份 每人就可以出80万 就会炒房子了 那么就 800万炒不起 我80万炒不起 那么就开始炒 然后他就提供一条龙服务 什么贷值 贷款 咱就开始干这个 然后是今年的4月份 然后就有一个 深房里装修队 装修队的一个微博号 就开始举报 把这个102份这个 炒房团的线索 直接发微博上 然后就开始处理 七个部门开始处理 然后他是粉丝 这个深房里的真人 他的名字叫李雪峰 今年41岁 是微博大V 微博开通10年 粉丝146万 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他集中在深圳 然后 律师分析 有可能判死刑 或者是无期徒刑 这事要闹大 这是闹大 这是一个 然后就是一个深圳卖地 深圳卖地这次呢 这次的情况是 这次是今年第2批集中卖地 22块 8月6号晚上突然宣布 宣布中止 整个卖地的 程序全部中止 把保证金原路退回 本来呢 是这次市场预期呢 这次卖地成交价可能达到 400亿人民币 为什么会叫停 就叫停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次卖地有可能成为 成为一次 叫 史诗级的拍卖 会刺激 刺激这个楼市 这是可能这次停下来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大体上是这样 房地产现在进入一个高度微妙的时期 为什么 房子还在涨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房子还在涨 房价还在涨 悄悄地涨 各个地政府都在出台越来越辣 越来越狠的措施 但是好像房子 房价没有 控制住 房价还在涨 但是呢 有价无市 成交非常的少 成交少呢 房价干升 干升的原因是 可能还是控制不住钱 往房地产跑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各地政府出台各种各样的措施 来打压房价 越来越狠 但是房价还是控制不住 我觉得有可能是去年 去年 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 大水漫灌 大水漫灌 实体经济又很烂 那怎么办 钱没地儿去 结果还是去了房地产 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个原因 好吧 那我们今天三个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我在这里特别鸣谢字幕组 字幕组的心情付出 最近一段时间呢 字幕组的更新频率非常的快 那么 我在这里要特别的鸣谢 Tina 言行 欧阳 Cliff Wang Samuel Mary 飞飞 01311 Frank 苏 那么我们的字幕组 非常的努力 不断的提高我们的 字幕的质量和它的更新的速度 非常非常感谢 那么另外鸣谢 唐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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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昨天给扬州的朋友打电话 他说扬姓8000多人 但是确诊只有300多 感觉情况会失控 扬州市 我看了视频 大家有没有看到扬州的视频 那这个 就是核酸检测 这就是完美的 完美的现场传播 这个情形 简直是 一大活动 这是扬州 扬州 感觉情况会失控 他这个话说的不准确 我认为扬州已经失控 扬州的情况已经失控 情绪 我怎么感觉现在中国越来越闭关锁国了 护照不给发 人走不了 钱也走不了 各方面也和世界越走越远 提问 请问王老师 黑石为何来接盘 仅仅图便宜吗 华尔街已经看虽中国了 黑石在中国经济倒车 倒车时进来有其他的动因吗 网友说 看得见的利润 500多亿的东西 100多亿就能买 500多亿还是当时 当时潘石屹咬牙一跺脚 准备走人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黑石没别的 黑石就看钱份上嘛 又是唱歌 又是跳舞 又是翻根头 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 这些眼前看的钱 如果用120亿买回来 中间值500亿的东西 中间挣300多亿 唱歌跳舞 洗脚都行啊 对吧 提问 请问老师 如果看今天网上吹风的 个人货币财产说 我没看见 什么意思叫个人货币财产说 除了对富人和中产敲竹杠 打脚股外 还有其他的目的吗 逼着富人和中产继续买房 还贷 把现金转为其他形式资产去避税 然后再出个房产税 或者会不会再来一个数字货币 免税账户 逼着大家把钱转为数字货币 还有其他目的 我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 这个视频 我没看到 你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没办法回答你 提问 请问王老师 你常说中共垮台最大的可能性是一场战争 请问一下这中间的逻辑是怎么 传导 为之想不通 两个原因 传导 没什么传导 战争是什么 战争是一个 规模最大 强度最大的一个外部冲击 战争就是一个冲击 外部冲击 那么一个国家他会面对很多类型的冲击 比如说 自然灾害 比如地震 比如说发生一场地震 发生一场洪水 发生一场股灾 发生一场这个边境冲突 都是各种各样的冲击 那么战争是规模最大 这个冲击力最强的一种冲击 那么中共垮台 你想一下 如果好端端的 他当然不会垮台 垮台通常是受到外部的冲击 或者受到内部的冲击 他才有可能垮台 所以他的传导就是一个这样子 我讲的是 第1个 是针对这种 针对这种冲击的规模和程度而言 这是第1个 第2个 战争是什么 战争是 战争打败了会灭国的 就是 两个国家发生战争 那么战争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手段 它跟什么贸易战不一样 如果两个国家发生战争 他最终要有个胜负的 一定会有个胜负的 打到一半 中间停下来肯定是有原因 那他最终有可能导致灭国的 你比如说 这个法国跟这个德国打 法国打输了 那我就割地赔款 如果你不接受 那我就国家灭亡 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 土地和香港的固定资产 包括土地 写字楼和商铺 那个时候网上一堆人说 李嘉诚老了 投资眼光不准 现在回头看 江还是老的辣 人家就有超凡的政治远见 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 就已经展望到中国未来10年的 经商环境如何聚变 提问 早上王老师说 中国经营水平 香港位列亚洲前茅 而中国大陆垫底 为什么香港的商人 香港的公司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做到碾压式的发展 至少香港的经营者在中国大陆能做大做强 甚少中国的香港的经营者能在中国大陆做大做强 做大做强 当然这里面跟经营的领域有关系 那么经营的领域 香港的商人在中国的投资领域早期是制造业 那么后来房地产有一部分 但是房地产跟中国的房地产方式又不一样 香港的商人相对比较保守 经营手法比较保守 跟这个像阿里巴巴 像腾讯 那么拿着美国人的钱 疯狂的 赔钱砸他两年 三年 砸几百亿 上千亿下去 香港商人没这么干的 所以基本上 所以他没有做那么大规模 原因 跟经营手法有关系 你说的是经营水平 其实我们说的不是经营水平 是公司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跟你说的经营水平是两回事 公司治理 就是管企业 企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他可以公司治理非常的烂 但是呢 他非常进取 然后正好又碰到一个 风口 猪都飞起来 他也就飞起来 所以这个不一样 情况 因为亲戚在接种国产疫苗的几天后 突发脑出血去世 走失还不到50岁 平时也没什么病痛 从身边的朋友得知有几类 有几个类似的情况 国内没有公布副作用数据 是因为数据太难看吗 按照国内人口基数 不可能一例死亡病例都没有 希望王先生可以做国产疫苗 副作用相关专题 我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跑前线 没有跑前线 我拿不到情况 我没办法做 中国基本上把所有的国产疫苗副作用的信息全部屏蔽掉 我们拿不到这方面的情况 情况 王剑老师Patreon会员退款已经全部收到 已经购买音频会员 让国内家人试了 试了试 已经可以听了 让家人不仅要听每天两档 两档节目 还把以前的股上 今天因为这件事情太开心了 在这里跟老师说明一下 谢谢 谢谢 Patreon的音频是可以不翻墙 大家可以试一下 给国内的朋友啊 家人 让他们听 也是个不错的安排 问题 王老师你好 既然大家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而且还有灭霸的危险 为什么按照您刚才说的 还好几家 还有好几家金融证券公司申请在中国开金融机构 比如银行基金之类 他们不怕吗 还是说他们太怕好中国的前景 有点怕也要赚钱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我经常 经常有人讲 中国经济明年就崩溃 我从10年前我就听到有人讲 讲这个问题 说中国经济马上就崩溃了 讲了10年也没崩溃 我从来 我从来都是反对他们 这种 简单的下结论 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 这个经济体有这么大 有十几亿人 每天 996 996 在干活 你说这个经济体那么容易就崩溃吗 当然不会 我们现在讲的中国经济的前景 经常是以什么为前提 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 大家知道 谁最关心经济增长 投资者最关心 为什么 投资者他跟投资有关系 就说 对一个投资者来说 他要把钱放在有经济增长的地方 他的投资才能有回报 或者是投资风险比较小 他把钱放在一个没那么有成长的地方 他可能会赔钱 或者是很难挣到钱 这是一个我们在描述一件事情的经常发生的语境 很多人会忽略这个语境 就是我们讲经济成长或者经济增长 主要是针对投资者而言 跟我们讲平时的老百姓生活 它是不同的领域 我们今天上午吃早餐 吃一套 煎饼果子 那么两块钱三块钱 经济增长8%也是两块钱三块钱 经济增长-8%也是两块钱三块钱 理解吗 其实对我们个体的生活是没有影响 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影响 对谁有影响 我在这里盖个厂子 我这个厂子准备生产什么的 生产皮 皮猴 比如说生产皮猴 那我要决定于什么 决定于当地人收入水平怎么样 当地收入他没有达到一个这个标准 我生产这个皮猴就卖不出去 那我就得看他经济增长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吃这个煎饼果子 就跟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你刚才讲 为什么有人 说经济前景不看好 经济前景不看好 我们讲的是经济增长 不是说经济就崩溃了 那么所以他为什么还要跑到中国去开证券公司呢 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很大 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证券市场 有那么多的人在炒股票 那我跑到那里去开证券公司 我当然能挣钱 而且 中国那些证券公司那么烂 一看都不正经做事的人 我就跑到那儿老老实实的干活 保证能挣大钱 就这么简单 中国的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理解吗 但是 当你会发现 当你发现有些领域的 投资 是需要经济增长去支撑的时候 这块就没人干了 其实煎饼果子这种生意 还是有人干的 理解吗 大概就这个意思 情况 我这里有一位60多岁的人 平时身体很好 从不吃药 没有任何病 打了疫苗 第2天突然去世 其实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可是有谁敢质疑中共的疫苗 谁敢 我敢 质疑 使劲的质疑 观点 大摩的报告分析得很小心 报告指出 近期的打压有固定监管周期 一般分为两个阶段 比如18年对于教育游戏监管出来 两年后再进行为期 12到24小时二阶段打压 打压过头了 高层会出来放个话 安抚市场 整体行业发展规律 纤维粗放 增长发展 然后进行打压 重新洗牌 设置天花板 OK 观点 万恶之源是商鞅的治国理论 哎呀 我们这网友已经说了好多遍 好不好 商军书 统治者提供了育民武术 等等 好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不再讨论了这个吧 关于这个商鞅的这个 关于法家 关于商鞅 我们网友已经说过好多好多遍 今天就不重复了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